臭小子 幫忙收拾房子 經常顧著玩 行了媽咪 別疼我了 好煩啊 媽咪說等下了 不要經常說不幫忙做事 對呀 兒子今天很乖 幫忙收拾東西 所以我特地煮他最喜歡吃的 薯仔蜜雞肉 對呀 兒子 當然要幫忙收拾房子 還有家務 對呀 今天我還扔了一把 很舊的 蛤? 你扔了哪把舊姐啊? 你扔了媽媽哪把舊姐啊? 不是 很殘養很舊的把 沒有了病的把 你扔了哪把姐啊? 沒有了病的把 我看見它又殘又舊 沒有了病的 就難了 拿去扔吧 沒有病的不代表沒用的 有東西扔了買不回來的 爹地呀 要是我 看看我能找到那把舊姐了 唉 爹地跟你出去 一起去找吧 爹地 讓我炒得了 媽媽不是我機靠機 我自己找就行了 糟了 這麼多納鑽 總之我找得到那把舊姐了 兒子 慢慢找吧 世事無難事 只怕有心人 肯定找得到那把舊姐了 唉 心機中了 這麼新的地方 人家真的大浪 就像你這樣 看到新的東西就換 一點都不珍惜些東西 潮流是這樣的 這樣才夠潮的嘛 唉 你這麼多壞 爹地 這裡是這麼像我們今天扔那袋垃圾的 對呀 好像呀 不過這裡很臭 我們拿去其他地方找吧 好呀 爹地 原來我扔掉你的木頭 爹地 你真壞 連木頭也扔掉 小時候 家裡這麼窮 哪裏好似你這麼幸福啊 是不是 我們什麼都要夾手夾腳 什麼都要自己做的 爹地 你這麼厲害 你什麼都懂得做 當然啦 那時候我運食很難 什麼都要自己做的 爹地 原來把姐還在啊 知不知道為什麼 扔了把姐媽媽這麼生氣啊 爹地 我不知道啊 我本身就是想見到把姐 沒了過鏡 又舊舊底 就去扔了 當然不是啦 你爺爺生前的時候 死坑死底 你爸爸最好的姐 來替你遮風擋雨 所以你媽媽呢 很重視你把姐的 把姐呢 就像阿爺爺那樣 我陪著你長大的 你兩仔爺原來在這裏 出來又不出聲 嚇歸死我 媽媽啊 對不起啊 傻仔來的 一家人 有誰穿誰不穿呢 媽媽啊 找回一把姐 不過她爛了 爛了 也可以弄回 你看一下 好了 要找回一把姐 我要回家了 好啊 我們一起回家了 在這一刻 我終於明白到 這把姐的意義 不是在於她的身 還是壞 好還是舊 而是在於 珍惜這兩個字